欢迎来到历史课站,我是美丽 今年春节第一天 中国男族就给全国人民送上了一道无比败性的大礼 一比三惨败给越南队 更让人无语的是 这帮队员们比赛完坐进大巴车 就开始忙着挑选奢侈品下单 毫无羞耻和愧疚之心 那么应该如何处理这只毫无进取心 毫无羞耻心的国族呢 当年贺老总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 贺老总除了担任国家重要职务之外 还长期兼任国家体累主任 主抓新中国的体育发展事业 进入60年代后半期 我国的体育事业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一系列干扰 足球界也不例外 队员们的精神面貌大不如前 比赛成绩也迅速下滑 一度竟然富于弱旅 缅甸队越南队 尤其是零比二输给了巴基斯坦队 让亲自观战的贺老总大为光火 赛后贺老总召集队员 统心棘手的说 如果只是技术不如别人 输了不丢人 向人家学习就是 可是如果精神尽头上输了 就不能原谅了 我看你们现在就输在精气神上 没有了斗志 这怎么能对得起祖国人民的重托 我都是七十岁的人了 不看到三大球扬眉吐气 我死不瞑目啊 贺老总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随后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取消他一手组建的国家足球队 当然贺老总并不只是为了惩罚运动员 他这么做 也是为了换一种方式来激励鞭策国足 让他们重新焕发斗志 贺老总还特地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罗瑞卿商议 将国足运动员全部送到硬骨头六连 接受部队的军事化训练 硬骨头六连 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支优秀连队 当时全国全军都在学习他们 国足队员在六连重温革命激情 接受严格的军事化训练 无论是在精神意志上 还是在身体素质上 都很快有了巨大的转变 重新焕发出了激昂的斗志 比如在1973年 中国男族参加过14场比赛 取得了13胜一平的成绩 全年不败 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我们翻出这段往事 并不是希望机械的模仿 因为时代变了 再把国足送到部队训练 也不一定能取得当年的效果 要想彻底改变国足 仅靠高额薪水和奖金是不行的 引入外国优秀教练也不行 靠规划更不行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必须彻底根除国足的享乐思想 培养正气 上进心 人人敢当英雄 正当英雄 只有形成这样的精神氛围 中国足球 才有希望 好了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